如何成为撞球高手 撞球很多喜欢打 以年轻人为主 有的人打个几个月 打个几年 打个一二十年都有 不等 每一个人情况也不一样 有的人始终打不好 只能到一定状况 有人就打得很好 进步很快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但是呢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成为高手 打得很好 可是 就是老师没办法 没办法达成 所以这一集呢 是给那些 有心要成为撞球高手 打得真的很好 那当然最好是有点基础 所以如果说 不打撞球的人就不必看这一集 或者是打撞球只是好玩 也进不进步 无所谓也不用看这一集 或者说基础太差也不用看 就是说 最好有一些基础 基本的观念都有 然后想要 把撞球打得好的人 来看 那这一集就有一点参考的价值 那当然我们说高手就是 遗嘱啦 到甲祖 甚至国手啦 当然国手都是甲祖 里面比赛产生的 那就是说 看这一集以后 你可以观念 跟他们很接近 可以有高手 遗嘱以上的那种 打撞球 大陆是叫台球 那种观念 可是你还是打不过他啦 因为这个 就算你观念跟他一样 你还打不过他 因为他每天练啊 他每天练五六个小时啊 最少也两三个小时啊 他几乎每天练啊 几乎啊 或者 或者一个礼拜 一周练个 至少四五天吧 那有的勤快的 五六天吧 好 所以你光是有观念没用 你还要跟他一样打 那我们这个 你自己打多久 那没办法 每个人不一样啊 那你 一般人要工作吗 要念书吗 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职业的 高手 那一般人 就算跟他观念一样 打得跟他一样好 也打不过他 情人捕拙吗 他天天练 你还是打不过他 好 所以这一集是谈观念 一个高手 成为撞球高手的观念 好 那么这边我 这整理出十五点 那当然就是一般的 撞球教练啊 高手啊 他们的心得 经验 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 我们把它浓缩 当然也不一定十五个 那么不同的教练 不同的高手 他可能七个八个 可能二十个三十个 那不等 所以十五倒不是 那么重要 只是说个人的一个 浓缩 一个归纳 好 那么 对于那种 已经打得 有点基础 甚至打得已经不错了 很好了 可是就是没办法 再进一步 就是 就是还是觉得 很多地方不对劲 不够好 好 那问题在哪里 那这一集就针对这个问题 好 第一点 人要趴低 打球是要趴低 眼睛最好跟母球 在同一个高度 为什么呢 打球一定要先准嘛 准就会进嘛 你不进呢 没有用啊 你很会做球 你很有经验 就打不进啊 没办法 当然打不进不是说简单啦 就是说比较难度 有中高难度 有一点难度的球打不进 那当然简单 谁都会打进啊 就是一有难度的球 有的时候进 有的时候不进 准度不够 也不是说不准 有些球他打得很准 可是有些球不准 所以 打球 打撞球准度最好要持续 最好都准 除非这真的很困难 或者真的 打很多次 偶尔一次不中 那也没关系 但是就是正常 可以进的球 他就持续的进 这个比较有用 不然九号球 你要进九号才算吗 你进了八颗 最后一颗 没进 没有用啊 留个呛子 留洞口 你还是输啊 你进八颗 没有用啊 那为什么人要趴低呢 因为呢 你趴低 你像史诺克 他非常准 他头 趴得非常低 为什么水平 水平的时候 我们一般描球 要打进 就是母球 子球 跟那个带口 他的一个角度的关系 那你如果趴得低的话 眼睛你是看水平的 水平的时候 你去看那个角度 会 就是一个水平 会比较单纯 如果你头 抬得比较高 他除了水平 他还有一个高度的问题 就是 因为从居高临下 打 他还要 还要去应付那个高度 三度空间的关系 那如果是趴低就水平 那你 你就是 很单纯的 在一个水平上 就是看那个 母球 子球 目标球 跟那个角 带口 那这样讲 你可能听得懂 但是 你可能觉得 不一定 那你没关系 你试试看 一般人 打撞球 头一定 不会在一个水平线 不会趴那么低 一定高一点 那有人很高 你试试看 就像斯诺克一样 头低一点 就在 那个眼睛跟母球 在同个水平的高度 你打个五球 八球 十球 二十球 三球 你试试看 保证比较准 那 所以我们这边谈观念 但是你要实做 因为谈观念 你就没有这种观念了 你当然 不能接受啊 或者你觉得 不一定对啊 你要去实做 好 试试看 那第二个呢 我们手握肝的时候呢 只要含着球的肝尾 就可以 那含当 嘴巴含了 我们是用手来比喻嘛 什么叫含呢 就是 你的手指头 跟你的 手掌心 就是轻轻的握着 就刚好握着 不要 不要 不要晃动 不要滑掉就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打撞球 我们就是打那个母球嘛 母球打到子球进去嘛 然后母球会跑嘛 那真正跟母球接触是肝子 不是你的手 是肝子 所以你的手只是 你手不发力 肝子也不会动啊 你手只是一个媒介 真正的主角 是肝子 不是你 不是你的手 你说打球 我当然是主角 肝子是工具而已 不是 刚好相反 肝子才是主角 你的手是配角 你的手只是发力 打出去 那所以 换句话说 你的手对肝子 对球肝的影响 负面影响 越少越好 你只是 手把打出去 要有力量 肝子往前送 才会打到球 可是呢 你的手 你越是含着 越轻的话 他手 对球 对肝子的 负面影响 比如说晃动啊 这种摇晃啊 左右啊 甚至上下啦 或者 打出去的 那个 那个直线啊 中间有偏差 他影响会越来越大 而且 球也比较顿 比较不会跑 你要推肝拉肝的时候 比较没那么犀利 好 你不相信 你自己试试看 不管你现在握的是紧 还是松 怎么样 你就试试 尤其是那个握得比较紧 下次松松 握得比较松一点 然后打出去 你试试看 你打个十球八球 你试试看 那有人说 那斯诺克是十握啊 他那不一样 斯诺克呢 他们的打法 我们这边主要是讲 花式撞球 打九号球 花式撞球 那他们那种 斯诺克都是顶尖的 都练多少年 他不受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有些东西 就是说 有些东西就是说 我们有正常的观念就好 但是 像那个斯诺克 他除了十握以外 他很多 每个观念不一样 你觉得有些斯诺克高手 打得好得不得了 他头歪歪的 站姿有点歪歪的 那个没问题 他打习惯 他是高手 那你不是高手 所以我们一般 要照正常的练 正常的正确的方法 但是到了顶尖的高手的时候 他已经养成一些小习惯 可是他已经克服了 他自己修正了 所以就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个 打了几球以后 就是杆子打中母球 那个白球以后 杆头一定要定一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打 为什么常常会打不准 明明看得很准 打出去就是歪 因为杆子歪掉了 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 你注意力在瞄准 在出杆 中间歪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但旁边的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下次你看看 球馆里面 你看别人打球 或者你的对手 你看他打完之后 你不要看他什么 打得准不准 打得好不好 你就看他打完球 那个杆头怎么跑 乱七八糟 有的人打完就是 碰完母球以后 那杆子我们叫收杆 在收杆的时候 有的就是往左晃 往右晃 往上 有的要拿起来 就往上 乱跑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识不标准 那你定住以后 强迫自己呢 养成习惯 杆头就是定住 那定住呢 它好处多多 也就是说呢 你打球 你从打出去 然后到打完球 定在那边 你的杆子是比较直 不容易晃动 那你就借由这个 打出去后杆头 定在那边 定一会 也不要定很久了 定个两秒钟吧 一秒两秒都可以 就是不要打完以后 杆子就 就赶快要收起来啦 收起来 或者打出去 往左 杆子往左晃 往右晃 往上 怎么样 不要 所以你像试试看 你看看视频 那种高手打完 他打完球 杆头的定在那边 当然有的是往 也许会往下压一点 那不管 就定在那边 他定一下再拿起来 你试试看 然后第四个是下赛球 要修正母球的厚薄度 那重点就是顺赛 要薄一点 反赛要描厚一点 但跟距离有关 那我们看看呢 譬如说 母球 白球 打这个 绿球 纸球 但我故意把这个 球画大一点 那这样子比较好看嘛 你知道正常的话 线不好画 那我们正常呢 因为 他有个角度 所以你正常 一定要打他偏右啊 你才能进 所以这个角度 这角度 要一样 才会进 好啦 那问题有的时候呢 因为你正常打 打出去 可能球 打出去后 是这样子跑 可是呢 你需要大一点的角度 我们叫下赛 下赛 那下赛的话呢 因为你打 我们这个 蓝色的小点 叫下右赛 因为你是打右半边 所以他出去很自然嘛 他会往左边跑一点 不会很多啦 有时候你看 眼睛也看不清楚 但会往左边跑 那打左边跑呢 结果到最后 不是打这边 是打到这边了 你说 哎奇怪 我明明瞄到这个标准点了 可是打出去 因为你下赛 所以下赛要修正 因为他下右赛 会往左边跑 所以你要打右边一点 打薄一点 他就会往中间 这个净准 净这个标准点 往这边跑 才会紧 要修正 那同样你下反赛 反赛就逆赛嘛 我们就是说 我们正常打这种角度球 他是往右偏 那往右偏 下右赛叫顺赛 那往右偏打左赛叫逆赛 那反之一然 如果这个 指球在这边 那就刚好颠倒 那你如果打 左赛叫反赛的时候呢 因为你打左边 他会往右边跑 哎 又偏离了 所以你反而 要打后一点 所以 打到这边 再修正 所以这个意思 那我们这边也顺便 了解一下 下赛 因为不太会打球 你就打中间嘛 中间不容易滑嘛 那你永远成不了高手 因为为什么呢 你是可以打进 永远打中间 当然可以进 可是那个球不会跑啊 或者你要做球的时候 你需要加大角度啦 要怎么样的时候 没办法 所以你打中间 就像是开车永远开一档 那以前 以前有那个 还不是自动排档的时候 你永远开一档 那你没办法骑啊 对不对 我们连那个自动排档 有时候都要换档啊 对不对 所以他 一般来讲 我们就像时钟一样 分12个 12个点 当然也不是要打 非常边边 那太容易滑 就是打偏 就是反正就是 从中间点 就往右偏 那看个人啦 那你需要角度大 你就稍微打边边一点 但是不能打太边 打太边太容易滑了 那如果说一点点 那就是经验 经验 那就是反正你打 打右边 就会往右边偏 那我们就看 像这个图 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 母球要打这个 打这个目标球 你正常打 可是你下一刻 要坐到这里啊 要坐 要打这个红球啊 那你正常打进去以后 你就下中干嘛 打中间 一打出去 可能到这里 运气不好 洗带了 完蛋了 或者没有洗带 跑到这边来 这球不好打 那所以需要 像这个打 蓝点右赛 结果你出去 你看那个角度 就不一样了 第一个 一打出去 就变大一点 可是碰科兴以后 因为下赛是碰科兴以后 那个反应会很大 刚集出球的时候 那反应比较不大 可是碰到科兴以后 因为他那个碰到科兴 他会旋转 要打 撞球就打一个旋转 还有打科兴的观念 一碰到科兴以后 角度就大了 拉出来了 就好做 那这基本道理 当你如果下反赛 下锁边的时候 他刚出去的时候 角度一点点 可是碰到科兴以后 他可能缩进来 所以打那个反赛会缩 角度会缩 那打顺赛的话 角度会变很大 所以我们说打球一定要下赛 好 再来就是 出干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用手腕 当然也包括用手指 尽量不要动到小手背 尤其大臂千万不能动 为什么呢 因为打球 你要准 球要吸力 就是最好是 不要晃动 你晃动就不准 晃动就不准 那你要是只用手腕跟手指 晃动就很小 你明明看得很准 可打不准 因为你 手指也动到了 手腕也动到了 小手背也动到了 大背也动到了 说不定身体都动到了 全部都动到了 那你怎么准呢 你看得再准 你就算眼力像杨青顺 像那个 可思兄弟 像张荣黎那么 眼睛那么好 看得准 你也打不准啊 因为你知识不好 而且呢 你用手腕的话呢 它传动力 比较强 就穿透力 比较强 那个球比较会跑 那再来呢 在打母球前 运干瞄准的时候呢 干头不要上下击左右晃 当然你看 有些职业高手那晃 那是职业高手 他那个假动作 他瞄上面打下面 瞄左边打右边 欺敌 那不要去跟他比 他已经找 那是骗人的 唬人的 那我们要照正常的来弄 啊 那高手他有一些习惯性动作 所以我们学要学正确的 那高手他早就克服那个问题 或他习惯他就这样打 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 不要去学 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奇怪的 那种方法 那因为你干头呢 你看很多描球的时候 一描的时候 比如说描个三下 描个五下六下都没关系 那有人描的时候呢 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啊 然后那个右手的时候 那个水平有时候忽高忽低 他是描到那个点 可是呢 他的杆子呢 就是很容易晃动 所以我们尽量 好 这也是经验 所以你看看 球馆呢 是不是有些人 他描的时候 那个描还没打出去的时候 那杆头就是不稳 所以你看那个正确的打法 他大概描个三下四下就差不多 可是呢 他那个在一个水平 左右也不晃动 那打出去就很直 所以这个是 很多人不能成为高手 就他的瞄准的时候 在运杆的时候呢 他的杆子不稳 不够稳 那打出去呢 就会有偏差 那你如果打近距离没差了 你如果打中远台的话 差是好离十字千里 尤其有时候 有人喜欢打那个洞口比较小 那很精准 那你要是 杆子晃一下的话 那可能就是 我们就是 就在洞口晃两下 晃两下 打到洞口 或打到带脚 有人常常就说 打到 我们叫Coco李文 Coco 打到洞口叫Coco李文 就打不进去 就是有一点偏差 然后再来送杆的时候呢 可以有效增加 母球的旋转度 旋转度 那我们什么叫送杆 我们打母球以后 杆子一定要往前走 这是一定的啦 那什么叫送杆 杆子要送出去一点 要多往前跑一点 但记住不要晃动 因为你杆子呢 你看有些高手 他为什么拉杆很犀利 推杆跑得很远 或下赛的时候 转得很凶 为什么 因为他杆子打母球之后 他往前送 但是重点是 送完以后 要定在那边 你要是一只 无限次往前 那杆子那也不稳 那很容易晃动 就是说 比如说 打出去以后 比如说延伸个十公分 十公分 那有人可以八公分 有个十二三公分 没关系 就你打球以后 往前送一点 但是要送得稳 要定在那边 所以前面要讲杆子要定住 那你杆子往前送 就是增加母球的旋转度 那你要是打上面 母球 你看有些人一打球 他第一个时间 碰到母球以后 不太动 但是 过了零点几秒 啪 转 往前转 哇 很会跑 拉杆也是 真正稀利拉杆 不是 一打到子球以后 马上弹回来 不是 因为他那个旋转度 碰到目标球 他要反应一下 拉杆的时候 强力拉杆 他碰的就是 打得很好 那球很犀利的时候 一碰到母球 先停 停顿一下一下 然后 就往回转 所以就是 我们送杆 杆子要突出去 往前伸 往前伸 当然 瞬间要加速 那瞬间加速 就跟AK点 有关系 AK点就是说 我们那个打球的时候呢 我们的杆头 碰到目标 碰到母球的时候 第一个碰到那个点 叫A点 可是呢 你打到A点的时候 他会往前接触一段时间 最后才会脱离 脱离的那个点 叫K点 当然有人说 AK点不准 那么短 在0.07秒的时间 谁分得清楚 AK点 没有错 是这样子 但是AK点不是说 你真的要分清楚 A点跟K点 我们又不是机器 没办法 可是你就是 心里有这种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出力的时候小 刚打A点的时候 力量小一点 然后呢 最后要脱离 那K点的时候 瞬间加力 当然这个很难练 但是你心里有这个想法 刚出去的时候 轻一点 但是碰到球以后 就是或者 快碰到球的时候 瞬间加力 持续的加力 然后 到离开为止 那最后杆子再往前凸一点 再往前送杆 那就是力量 简单讲 力量由小变大 那它就有个 我们叫做加速力 所以打球 为什么有人高手 为什么吸 它有加速力 一般就是一个力道吗 砰 打出去 它是一个力道 而球呢 也会跑 就很钝 我们叫球很钝 那你力量 由轻到大 A点的时候 比较小 K点的时候大 不是说真的A点在哪里 K点在哪 差零几秒 不是那个意思 而说 你就瞬间加力 就是虚拟的 也是实际啦 就是刚碰到球的时候 力量是比较小的 最后推出去以后 力量瞬间加力 当然这不好练 但是 所以打球要练习 那有一个加速力 球就很会跑 然后呢 这是心态的问题 就是你失误 人难免失误吗 有时候 尤其 打九号球 七八号 吃劲了 结果九号漏掉 放洞口 哎呀 很丢人啊 呕死了 本来是领先了 被追平了 或本来是落后一局 变落后两局 来回差两局 因为本来比如说三比四 你这球进了 就四平了 结果变成 本来三比四变成五比三 来回差两局 你就心里呕 那接下来打的时候 又在想 哎呀 尤其旁边又有人看 哎呀 真丢人啊 哎呀 这个差距越大了 哎呀 我没信心啊 人家在笑我 这些你就一定是越打越不好 越打越换的换 是打到最后 你干脆说弃拳算了 或者 或者你没弃拳 但是没打一球 就说 哎 人家在笑我了 我会不会又失误了 那你就不用打了 越差越大了 本来搞不好 还有一拼的机会 或者输的也不多 哇 结果一打下去 变成惨败 后来简直 连好近的都近不了 就整个患得患失了 所以这是大忌 所以失误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了 当然人嘛 就感情嘛 有情绪嘛 你说失误嘛 他忘记 也很难嘛 就像人家说 哎 男女失恋 赶快忘记 那做不到嘛 但是你要尽量试试看嘛 这人就是 你不要做十分 你做个三分四分 也比零好嘛 那有的还是负分嘛 所以失误的时候 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 哎 想想女朋友 想想吃饭 哎 想想美好的事情 或者咬着牙 骂自己说 笨蛋 下次不准再这样子 那什么方法都有啦 反正重点就是说 失误的时候你要忘记 不要受到影响 因为打球还没打完嘛 你重点是看未来嘛 那不要缅怀过去嘛 我过去很有钱 但是股票输我现在没钱 那你现在就没钱啦 那以前多有钱 你就要忘记它 不然怎么办 那每天痛苦呢 那同样的 也不要有输赢的念头跟压力 打球尽量就说 我正常 平常心嘛 所以平常心讲得很容易 做起来很难啦 那打球就是要赢嘛 你说不赢 那我干嘛打球 那我想赢 我当然一直会想赢啊 那我不想输 我一直会想啊 落后的时候就想 完了完了输了 那赢了 那领先的时候 就想赢 就是 因为打球要专心 你想到 我落后了 想到我刚才那球打不好了 而想到快赢呢 就是你容易分心嘛 分心你就不专心嘛 所以打 打撞球 一个是打技术 一个是打专心 你技术 两根技术差不多 一个专心一个不专心 那专心就赢啊 还有第三个打体力 打到最后 明明这个五六岁的技术 就比那个二十几岁的好 可是打个 打个五局七局 没问题赢啊 你打完了 你又跟下一个 再打五 再打七局九局 实力可能也输你一点 你就输他了 因为体力不行嘛 累了 不专心 累的就会不专心嘛 那不专心以后 累了 不专心了 那球技就出不来了嘛 因为专注度不够了 然后再来是要了解 球台桌布带口 球杆的特性 那比如说球杆 有硬的软的 软的球比较会跑 硬的球比较准 带口有的脚很尖 带口有的大 有的小 有的带口很尖 开口很尖 像我们这种开口 这种是最好打的 我们叫比较圆 那有的开口比较像内缩 就是比较尖 那差在哪里 第一个洞口 尖就洞口小嘛 不好进 第二个 你这边 我们叫滑垒 你从科兴边边进去的时候 像这种 那随便一滑就进 你搞不好打到这个点都进了 对 尖的话 你连打到这里都不行 所以这个要了解 那个桌布 桌布 心台布比较滑嘛 比较会跑嘛 那有的科兴 比较反应的出来 要下赛 跑出来 然后掌握学习力道 用巧劲 不是用蛮力 你看那个初学者 打的时候 碰一声 那高手打球 球没什么声音 因为他是用旋转 因为你打中间力量 打球的中间力量最大嘛 所以菜鸟打就碰啊碰啊 因为中间力道最大 那你下赛的话 他是打旋转 而不是打力量 不是打蛮力 因为打撞球是要打旋转 打转速 还要打那个出杆的加速力 不是在你又打中间 碰啊碰啊 像炮弹一样 对 那除非冲球 冲球力外 所以这一定要用巧劲 所以为什么前面说 要用手腕跟手指 那边就是用那个手腕 因为手腕就是比较软嘛 比较松一点 用手背呢 力量就比较大 是蛮力 所以这个是技巧中的技巧 重磅中的重磅 记住要用巧劲 而不是用蛮力 所以你看那个高手在打球 奇怪 他力量都不大 你看那个高手 电上转播 或者你到视频去看 力量都不大 球就很会跑 那你看菜鸟 碰啊 结果球没什么跑 因为他不旋转 那高手打球 力量就是正常 而不会很大 可是他球旋转快 球很会往前跑 拉干 他轻轻一拉 跑蛮远的 对不对 一下散 奇怪角度怎么变化那么大 因为他是用巧劲 而不是用蛮力 然后想好母球停留 再做下一颗星的什么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要持续 要进球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管理 那尤其菜鸟 反正这颗打完 跑哪里 看老天 老天吃饭 对不对 那像比如说这种球 你就正常的 他就跑到这边 下一颗不好做 那所以打完球 你打球 你都要想 我这颗进去以后 我下一颗要做到哪里 比如说 我正常做到这边 那就不好打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做到这一代 比较好打了 所以我要下赛 我要下赛 跑到这边来 所以打球就是 你看那个职业高手打球 他不会很快 当然他没有 有的没有秒速的限制 那有的有45秒啦 多久 他不会马上就打 他一定整个看 他不但是看 这颗球怎么进 他还要看下一颗球 他要放在什么地方 还要再看 下一颗就打完了 下下一颗 他要看好几球啊 甚至 他一看 他尤其一开完球 如果是chance 他要吃完啊 高手一定要整个吃完啊 他不是只看 这颗球进去 下一颗就完 他要看我下一颗 在哪里 在哪里 就是当然越后面 他不可能那么精细啦 就他一想 有没有困难球 有没有集团球 要不要做safe 要做什么 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大概这一局要吃完 因为高手就差一颗球嘛 一颗球没吃完 这一局就挂了 所以他们 正常来讲 如果球松散 有chance的话 他一定要吃完啊 不吃完就完蛋 那就不叫高手啦 不叫国手啦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是都想好 尤其是下一颗 要做精准 然后再下一颗 就大概先想个一两颗吧 至少要想个一两颗 但整局的布局 都在脑海里面 然后就是要有科兴的观念 科兴或者中国大陆叫岸边 就科兴 这个叫科兴 Cushion 他从英文Cushion来的 那科兴 你球 比如说你这个球 打进去以后 他可能是这样子跑 这样子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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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我们如果一直延伸的话 是不是 他可能是 他打进去以后 接下来可能是 这样子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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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样子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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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话不完啊 话不完啊 是不是 话不完 就是你要有这种 要这种科兴的 科兴的观念 因为 他就是 这叫长科兴 两个长科兴 一个短科兴 当然长科兴里面 又分两个短的 就是我们叫六科兴嘛 这边两科 三科 四科 五科 六科 六科兴 所以你打球 你不可能永远不碰科兴嘛 不碰 不碰岸边嘛 所以打球就是 一个打旋转度 一个就是打 球碰到科兴 他会怎么跑 怎么跑 那打球你不能永远不可能永远直上直下 他一定要碰颗心嘛 所以我们要 要常心有的观念 比如我这个球 这样子 比如 比如 这样子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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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定要去想啊 对不对 你要去想啊 或者你这颗球 你是往这边 接下来往这边 接下来往这边 接下来弹到这边 弹到这边 在这边 这边 这边 就是你 你一定要有那种 要科兴的观念 那你这样子打球 就是你的母球会比较 位置会跑得比较好 当然下赛是改变他的角度 那最后一个 就是说 我们打球的时候呢 这个趴下去 跟前面第一个趴下去 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打球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打球 你打球 你要先看好 趴下去当然要趴得很低 可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要先看好 进球点在哪里 你要先看 你趴下去之前 所以高手他为什么 不会 人家对手没进的话 比如说连接就好 他不会马上的趴下去打 不会 绝对不会 绝对绝对不会 他一定站着 而且有时候东晃西晃 左边走走 右边看一看 为什么呢 他先看 这球要怎么进 那个点要看好 你不是看个大概 所以很多为什么不准 他站的时候 他先看 看个大概 下去趴秒 不是 你站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个点看好了 不是看个大概 角度就要先看好 看好以后呢 然后第二个 就是下一颗球要坐到这边 那你这颗球 要怎么跑 怎么跑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看 这球 进球点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就看 我下一颗要怎么做 力道 大概多 大 中 小 要不要下一点赛 那下赛要不要修正 他这些都想好了 他再下去打 所以打球的 最怕就是 你看很多 一般的 哦 人家没进 马上趴去打 可打了以后 球怎么跑 不知道 搞不好也没进 要不要下赛 也不考虑了 反正 打球就爽嘛 你没进 换我打 我进了 就好 没进再说 所以一盘球 两个人打了N次 打了多少次 才吃完 旁边老师傅一看 受不了 这些 不知道脑袋在想什么 那高手 你就算是 你不一定一杆吃完 那当然一杆吃完 比较难 就算是比较好进的球 因为常常 我们一般的准度会差一点 做球没那么细腻 偶尔会凸彩 而且做不好 一定的 可至少 你要有个架势 就是说 从这一集看完 你就会往高手之路 迈进 对不对 趴下去 把球 就是先站的时候 先把击球点 那些位置都看好 你再下去打 比较先有陈出 就算你打不进 没打好 人家旁边至少说 你有个样子 你有在思考 你有在看 那一回生二回熟 你不会永远不进步 因为你观念正确 会进步 再加上以上的这些技巧 重点是 你下次识出 试试看 一个一个试试看 那可能刚开始的 先打几颗球 没什么感觉 没有关系 你再继续试 等到你试到了 诶 有感觉了 哦 果然有用 AK点的观念 诶 我有一点感觉了 母球旋转 我打的又旋转 我的肝头 瞄的时候 比较不晃动了 我比较能够 使用手腕力量 我像开始 有点修正的概念了 我肝头很定住 我手指是握得轻轻的 我趴得很低 好 我有在思考 我用巧劲 我对桌布啊 什么台布都聊 诶 等你开始有感觉的时候 你就在路上走了 那 比如说 你真的从开始有感觉 比如说 你看了这一集 你下去试 搞不好 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没感觉啊 没关系 诶 可能你一个月之后 诶 我有一点感觉了 诶 再过半个月 诶呦 果然有用 诶 结果两三个月以后 人家跟你两三个没见面 再跟你碰 哇 跑到少林时去练功啊 什么什么观念 球都很会跑啊 什么 感觉也不晃动啊 准度的增加 那就是 马上见效 先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